月妹其实真的无所谓 这俩造型都还可以对吧 都是妹子啊 都是新出的造型 同时期的召唤兽啊 极限技能的话是一个 8加6啊 14技能啊 14技能的月影线 来了我们的炼妖小福弟啊 长安砸货铺啊 狭角的空间容易聚气 让召唤兽更加专心的进行 对不对 繁衍交配 14技能 繁衍 红色成就 月影线有一个必杀的技能被垫掉了 来吧 招架高低不冲突 模型不冲突 烈火不冲突 吸收不冲突 弱点火不冲突 慧根不冲突 必杀 7加1 8加6 14技能 繁衍月影线 13技能月妹 恭喜你合出了大胜场月影线 月影线的话可以比月妹多一个技能 也还行 薛民家出一步一双技能全上 成长的话要1.25 1.25 1.25 1.213 还行 速度自指1174 23分的法则 自指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 当虚迷家出气不易 招架前排技能 高招架 双招架出现了 弱点火 是必带技能 下个技能 不要必杀 很诡异 就是招架和 低高招架呢 就是前面完美开局 完美开局的话 后面应该 中间 他跟弱点中间 应该加了7个技能 什么虚迷出气不易 得来一个呀 虚迷来了 这他妈的 没有用啊 我他妈胚子 刚才都比你好 你哪怕 再带个出气不易呢 老板还回吗 三技能的出气不易 600多万啊 我他妈胚子 像欣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